上一期视频我们聊到了铺在天上的高速,亚康高速 这期视频主要就跟大家来说一说这条高速上的另一个超级工程,星康特大桥 青藏高原被誉为世界污迹,而巴蜀地区的道路自古就有蜀道难,难于上青天的形容 那么从四川到西藏,无论是修铁路还是修公路,都必须要从第二阶梯跨越到第一阶梯 从地上飞越到天上,修建难度也是可笑而知的 当我们行驶在318国道上,不经意间抬头一看,便看到一座红色的大桥 在太阳的照耀下,熠熠生辉 它横跨在孩子山和二郎山之间,飞驾大渡河两岸,就那么静静地筑立在这里 蓝天白云,高山流水,一座雄伟的大桥格外醒目 世界桥梁看中国,这句话说得一点都没错 在我国云贵川地区,大山众多,横跨在山间的桥梁也十分常见 每一座都让人赞叹,让人震撼 这座星康特大桥也不例外,它是雅康高速的一部分 全长1411米,主跨长1100米,投资十多亿建成,被誉为川藏第一桥 星康特大桥是一座双塔单跨选索桥,实现了千米级选索桥跨度 我们通过观察不难发现,这座桥主要是靠两岸的锚定来支撑桥面的 在雅岸一侧使用的是隧道锚,在康定一侧使用的是重力锚 在大渡河中并没有桥墩,所以这座桥叫旋锁 星康特大桥位于大渡河的河谷中,山高古深,两岸十分陡峭 大桥的这个位置是一个风口,常有大风不说,偶尔的瞬间风力甚至能达到12级 而且大桥位于地震活动频繁的地带,除了要对抗强风,还要时刻小心地震的侵袭 雅康高速从四川盆地向青藏高原爬升,全程的高差超过了1900米 星康特大桥正好处于爬升的高海挖断,所以说复杂的地质条件再加上恶劣的自然环境 让这座桥的建设就变得更加困难了 为了能扛到九级地震,在每座锁塔下都埋进了50根桩基 每根桩基深达60米,胶筑好混凝土,把锁塔牢牢地定在山腰上 而在雅安这一端,由于地势比较陡峭,无法建设重力式锚顶 我国的工程师们就开始向山里绝进 向斜下坊,开凿了一个长159米,垂直高差,有33层楼高的隧道 这就建成了目前世界上最长的隧道式锚顶 它就像是一个镶嵌在山里的巨型膨胀螺丝 巧妙地利用起两边的大山,和大山融为一体 也使整座大桥安全无余 在大桥巧妙的设计上,扛过12级大风不是问题 大桥的护栏是一根根绳索,相当于流出了风道 不会给风造成任何的阻力 而且刚结构的桥面,它下部位置采用的是波浪型的设计 也是为了方便打风的通过 新康特大桥全桥的混凝土用量达到了70万吨 大桥用的各类钢丝长度达到了6万公里 通过这一个个数字,我们便不难感受到这个超级工程的厉害之处了 新康特大桥的建成,实现了大度和尚史无前例的千米级桥梁的跨越 在看风景的同时,我们也能感受到祖国基建的伟大 这不仅仅是一座桥,它更是一种精神,是一块里程碑